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认为这不是短期可以结束了 这可能是会拖比较长的时间 也就是2008年美国的一种失败的失能的金融体系 带来全世界的金融危机 这个现象又准备重现 而且可能会情况会更严重 不会比2008年更好 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 美国在周一的时候 他的股市崩盘了 所以他启动了熔断机制 整个股市停止15分钟 然后再恢复 但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个颓势 当他熔断15分钟以后再回来 有一点点收获 但是最终还是在往下挫 跌了2000多点 一天蒸发了不知道多少万亿美元的财富 其实美国的股市的泡沫 美国的证券市场已经脆弱不堪 但是大家都不相信自己是 折断的那个最高峰 大家都觉得还可以再往上爬一点 还可以再往上爬一点 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还可以再往上爬一点 所以果然就一直在往上爬 现在情况确定是折回来了 这一折2000多点蒸发了 欧洲的股市受伤最惨重 7个百分点跟美国是相当的 6到7个百分点 蹦一下就下来了 那现在亚洲的情况 台湾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中国大陆的情况也有 整个亚洲的股市也都情况不理想 日本也很糟 韩国也很糟 所以我才会说银蛋多准硬币多一点 因为IMF已经要求相关的国家 必须要准备好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以及金融政策 为什么分这三块呢 财政政策里面就是他们主张 要考虑减税的问题 也就是说怎么样使 每一个受经济损伤的人 他的税减轻 让他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所以财政政策中提出了 就是要减税的问题 另外是不是要扩大公共政策的支出 扩大公共政策的支出 换言之也就是 是不是工部门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让更多人有工作 还有对于失业的人 是不是要给予更多的津贴 或者是使这个企业 尽量不要再让他的员工修无薪价 是不是政府要给津贴 这个就是货币政策 所以是不是要再更宽松一点 是不是再把利息再往下降 那很多企业的贷款 他还不了利息的 还不了贷款的 是不是再给他展延 给他宽延 而银行怎么办 由政府来贴 这样的情况 可是这又考验了这个政府本身的 国债的能力 你的债的承受能力 跟你的金融 你的税收本身足不足以置印 如果债务高足的政府 他当然的空间就很少 如果利率本来就很低的国家 他的财政的手段就很少 例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国家 他本身的利率都只有一两%而已 他还有多少个空间可以做呢 有很多国家 他本身的这个国债 已经累积了一大堆 那他政府随时有可能会破产 他还有多少个财政空争呢 所以IMF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 其实我们想一想 有多少国家会渡不了这个难关 那有人说 美国这一次的股市的崩盘 应该是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 就是中国大陆的新冠的疫情 造成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 本身停滞 这个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原来大陆的经济 牵动了全世界的经济 这样子我们又会回想 那美国前段时间 一直在猛打这个大陆的关税战 你把大陆的经济打下来 结果受伤了还是你美国本土 那不是很奇怪吗 也就是说你想方设法要打打垮中国大陆 结果呢你自己本身也受伤 而当时很多经济学家就告诉你 就是这个样子嘛 因为贸易本来就是互通有无嘛 共同繁荣 但是你要把税拉那么高 你一直搞这个贸易战搞了一两年 大家都知道 你这个贸易战越搞 好像看起来美国越来越强大 其实美国是越来越泡沫 越来越泡沫 越来越泡沫 随时会破的 好现在的情况总算破了 那因为一个疫情 使中国大陆在一月二月的生产减产 那三月四月再恢复期 要整个恢复下了还要五六月 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大家已经看到了 它本身就带动了能源 那能源的价格谈判破裂 相关的两个大国一定会在增产 刚想办法再抢占多一点市场 让自己再多赚一点钱 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那整个经济当然就越往下走 当你美国撑不住 你美国崩盘了 问题就在于欧洲也崩了 那怎么办 2008年的时候 大家的经济靠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 是整个新兴国家的经济的火车头 以中国大陆14亿人口来说的话 中国大陆的筹码远远高于美国的筹码 跟欧洲的筹码 为什么 中国大陆14亿人口 中产阶级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的 中产阶级的数量 所以对大陆来讲 他在这段时间内 他相当有可能是以扩大内需 刺激内需 创造更多的内部的这个就业机会 让他们的内部的消费量更大 让他们的生产制造方 从原来出口 那么转向国内的需求的满足 这样的话 他们或许可以缓冲 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压力 那由于国内的需求 如果再拉高的话 对东南亚的这些商品的进口 他就可以再扩大 这样的情况 他的经济或许又可以在2008年 一样引导一批的 一波的经济的恢复期 对台湾来说 大陆的市场还可以不重要吗 当美国的经济股市崩盘 公司规模变小 竞争力变小 台湾的出口越来越困难 欧洲也在变小 对台湾来说的话 日本也在变小 那对台湾来讲怎么办 所以目前来讲 国民党跟民进党 都在努力拼谁恨中国大陆 谁去仇中 谁去反中 已经没有任何缓冲的机制 彼此之间调和的机制也没有 以前你民进党 你跟大陆对抗 你国民党还可以做缓和的角色 现在国民党也放弃了扮演这个角色 两岸走到很紧张 2300万的民众的生活怎么办 我们的年轻的朋友 你可以被民进党灌输 教你如何去讨厌大陆 如何去仇视大陆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仇完了 恨完了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吗 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未来日子该怎么办 现今多留一点 少花点钱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只能跃迁 我再无事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